2017年 武昌火车站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杀人案 凶手在大街上将死者脑袋砍下 丢进了垃圾桶 而杀人的原因只是因为以及快钱 中午12点 三个年轻人走进武昌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面馆 他们衣着单薄 没有行李 说着一口四川话 应该是外来务工人员 他们看了看墙上的菜单 点了三碗最便宜的素宽粉 然而当吃完结账时 面馆老板却说 五元一碗 三人中最瘦的胡二狗 当即反驳起来 标的是四块 我就给四块 可万万没想到 老板经用蹩脚的武汉话 冲着胡二狗咆哮起来 我说几块就是几块 吃不起不要吃 你给老子滚 这句话如同一把刀 深深扎进了胡二狗的内心 他拒绝付款 并且和老板争执起来 这姚老板也不是吃素的 率先一个左正灯 一个右边腿 二狗大意了没有闪 42岁的姚老板 高达1.7米 虽谈不上强壮 但绝对不戏 反观胡二狗又瘦又矮 打起来根本不是对手 他两次被掐住脖子 按在墙上无法动弹 二狗气不过 冲进了厨房 抄袭案板上的一把菜刀 没有丝毫的犹豫 对着姚老板就是一通乱砍 姚老板知道遇到了狠人 捂着伤口赶紧往店外跑 店里的热心大爷 横向上去劝降 可小伙子手持菜刀 又杀黄了一眼 我是真不敢上去啊 而店里其他客人 大部分都是女顾客 都被这一幕吓傻了 胡二狗冲出面馆 追上了姚老板 又是连续的十几刀 将姚老板的一只手臂 砍得下来 此时的老板 已经是奄奄一息 可二狗依旧不解气 又举起菜刀 对着脖子咔咔又是十几刀 活生生的将头给砍得下来 随后他拎着脑袋 丢进了面馆门口的垃圾桶里 这凶残的杀人砍头换面 被周边数百后路人看到了 都被吓得不敢上前阻拦 只能拨打110报警求救 据民警反映 当时接到的报警电话 就有50多起 杀人后的二狗并没有逃跑 而是竟然站在角落里 一顿不动 警察问二狗 你知不知道你杀人呢 二狗似乎已经麻木了 只是冷冷地说 他掐我 之后二狗再也没说一句话 活二狗杀人砍夺的前因后果 都十分明朗 人证物证确凿 就等法律的制裁 然而万万没想到 二狗竟掏出了一张免死金牌 精神残疾症 根据调查 二狗是四川宣汉人 年仅22岁 初中没有毕业 就臭觉外出打工了 他的母亲介绍 二狗从小性格就很孤僻 脾气也十分暴躁 发起必要来 连父母都打 他的病情时好时坏 在2015年发病时 将自己的老爸打伤 住院都住了好几个月 过年去亲戚家拜年时 他竟然偷偷带了两把菜刀 还好被家人及时发现 2016年12月 二狗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住了一个多月 感觉病情有所好转 便离开精神病院 去到武汉打工 那么问题来了 精神病患者行凶杀人 该如何判决 法院认为 胡二狗虽然有精神病 但只是阶段性的 这不能证明他发病时 不具备辨识能力 而且在行凶时 手发极其残忍 有明显的行为动机 2018年6月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 胡二狗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晚期两年执行 处罚金1000元 赔上被害人家数 丧葬费2.5万余元 泰国除了人妖秀 还有种丧尽天良的表演 畸形秀 起初只是寻找天生畸形的人来表演 但他们的寿命往往都很短 并且很难寻找 于是他们又想到一个缺德的办法 将正常人做成畸形人 在1998年 有一对新婚夫妻来泰国度蜜月 一开始 他们和所有的游客一样 在各大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坑旅游的人实在是太多 太拥挤了 妻子邱雅 为了避开旅游的大部队 和丈夫夏诺 去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巷子里 越往离走 环境就越差 店铺也越来越少 邱雅注意到一家成衣店 十分有趣 打算进去逛逛 可夏诺和所有男人一样 最讨厌逛街 于是就借口滑子没有了 要去隔壁买一包 邱雅知道她的尿性 便自己一个人走进了成衣店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就是这短短的几分钟 却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夏诺抽完一根滑子 回到店里找妻子 可进门却发现店铺里空空如也 除了衣服就是裤子 完全不见邱雅的身影 夏诺以为邱雅去试一件换衣服了 便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休息 继续等待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十几分钟 邱雅还是没有出来 夏诺一脸懵逼 自己明明亲眼看到妻子走进的这家店啊 夏诺也顾不了这么多 禁止冲进的是一间 没人 另一间 还是没人 夏诺开始慌了 赶紧拨打妻子的电话 可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难道他生自己的气回酒店呢 夏诺赶紧回到酒店 可依然没有找到妻子的身影 夏诺彻底的慌了 因为他早就听说这边不安全 每年都有游客失踪 被尬腰子什么的 只是他没想到 这种事情会落在自己的头上 没有办法的夏诺拨打了191 警方也第一时间封锁了店铺 把店铺里里外外翻了个遍 但是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 周边妻子可能去的地方 也都一一搜查了一遍 但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秋雅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警察也只好遗憾地告诉他 秋雅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出了意外 夏诺不信这个邪 独自一人又找了很久 直到他的签证到期 才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身心 离开泰国 然而回到家里的夏诺 始终无法接受秋雅的失踪 每天晚上都会梦见秋雅 在向他求救 一年后 夏诺再一次来到和秋雅 一起闲逛的无名小巷 即使一年过去呢 这里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他拿着妻子的照片 到处粘贴寻人启事 即使希望渺茫 他还是不想放弃 很快天就黑了 他发现路边 一个散发着诡议黄灯的招牌 或许是想缓解心情 夏诺鬼是神差的便走了进去 然而一进门 他就发现舞台上 放着一个很大的不倒翁 而不倒翁里面 却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看得出来 女人应该是个残疾人 没有手 没有脚 喉咙里也只能勉强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 夏诺被眼前的一幕恶心坏了 他刚想离开 却注意到 女人抬头看到他一眼 一瞬间 他看见了这个女人的脸 因为眼前这个不倒翁 正是自己的妻子 秋雅 夏诺不敢相信 消失一年的妻子 竟然被人做成了人质 鬼知道他这一年里遭遇了什么 他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 从当地古惑仔手中 赎回了妻子 并且送到医院治疗 但这一切都来得太迟了 因为这一年的折磨 早就让妻子的精神崩溃 他现在甚至连自己的丈夫都认不出来了 只会本能地在有人靠近时 发出愤怒的呻吟声 我是个不干净的男人 因为我在吃面的时候 居然吃到了一条内裤 老板解释 这是送我的毛肚 可在我尝了一口后 却发现上面还残着着尿骚味 这躺聊的就是条内裤 我立即拨打了110 警察进入后处检查 赫然发现 郭奴隶竟然飘着一颗人头 冰柜中还动着一堆残质断壁 警察吓坏了 大喊着 不要吃了不要吃了 这面有问题 然而不明真相的顾客不想浪费 一股脑就把面吃光了 因为这汤的味道实在是太上头了 警察立即将面馆老板抓了起来 面对铁质如山 他只能老到实实地交代了自己的犯罪经过 是陕西汉中人 早在1987年18岁的他 就因强奸罪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 服刑期间又因越狱未遂增加了九年徒刑 直到2001年才刑漫释放 出狱后二狗回到汉中 浑浑噩噩噩地过了几年 在2004年时 他借钱开了一家牛肉面馆 生意还算红货 身边的人都认为他喜心革面 囊囊实实地做人了 可这俗话说得好 狗始终改不了吃事 时间一晃 来到2006年4月 年纪20岁的农村小妹邱雅 来到二狗的店里 应聘做起了服务员 邱雅身材十分割裸 皮肤又白白嫩嫩的 二狗一看 被压抑多年的兽性再次被点燃 等到晚上面馆打烊 二狗对邱雅实施了暴行 经过一次脑狱之灾后 二狗也学聪明了 不给邱雅报警的机会 随后便叫他残忍杀害 只有死人才是最老实的 为了掩盖最新 他把尸体进行分割 果头和脑袋扔进了锅里炖汤 肉则切碎混进了牛肉里 内脏器官则剁碎 从下水道冲走 让二狗没想到的是 这样做出的牛肉面 得到了顾客的一致好评 生意越发红火 甚至要排队才能吃上一口 就这样 二狗平安地度过了两个月 他觉得自己的行为天衣无缝 于是同年7月 他如法炮制 再次占出了招聘小妹的广告 很快 年纪17岁 长相甜美的翠花 便成功应聘上了 上班的第一天晚上 便遭到了王二狗的咸猪手 翠花也是个暴脾气 大喊大叫 拼死反抗 王二狗害怕被邻居听见 撕撕地按住翠花的口鼻 活活将它闷死 王二狗秉承不浪费的原则 趁热将它污入了一遍又一遍 最后再用老办法 将其做成的牛肉面 警方将案件曝光后 不连续凑了三天三夜 周边的一些场客 更是谈面变色 谁也不敢在外面吃牛肉面呢 甚至导致当地多家面馆倒闭 2004年 在云南某大学宿舍里 发现了一具死相惨烈的尸体 尸体被强行塞进了衣柜中 肢体十分扭曲地连在了一起 头部还有132条蛆虫正在进餐 发现尸体的同学 被吓得直接产生的生理反应 吐完赶紧拨打了110 然而等到警察赶来后 却发现在寝室的另外三个衣柜下 也有血液渗透出来 警察立即将门撬开 可不可不知道 一开吓一跳 因为每个衣柜中 都藏着一具尸体 脸上血肉模糊 肢体扭曲 散发着阵阵恶臭 根据同学辨认 衣柜里的四名死者分别是 301宿舍的张阳 大春 袁华 以及303宿舍的陈凯哥哥 他们都是云大的高材生 祖国的花朵 究竟是什么仇什么怨 凶手要下死毒手 警方在现场发现了凶器 经过指纹鉴定 上面沾满了同班同学 小马哥的指纹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凶手应该就是他 但根据同学反应 小马哥已经好几天没来学校了 警方一听就明白了 这个小马哥肯定是畏罪潜逃了 警方立即对他发布了悬赏令 经过大半个月的全国通缉 警察于3月15日 在三亚发现了小马哥 他藏在一个垃圾堆旁 脸上乌漆抹黑 延然一副流浪汗的造型 达四也看不出 他曾经是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经过审问 小马哥对自己杀人尝试的行为 供忍不讳 一个月前 小马哥和寝食的几个同学 一起打斗地主 消磨时间 小马哥从小就参加奥林匹克竞赛 对数字十分敏感 所以斗地主这种游戏 对他来说简直是小儿科 连续时机吧 他不仅赢下两个室友 一个月的生活费 还赢下了室友的游戏机 输了钱的袁华 心里很不舒服 骂小马哥人品极差 和同学打牌居然还出脑签 一旁的张扬 想着把钱耐回来 也跟着富贺说 果然 喜欢在绿灯区玩的人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上个月打冲过生日 显得全班的人就是不请他 不是没有原因的 小马哥一听 脆弱的自尊心 遭到了一万点伤害 有些事情自己可以做 但不允许别人指指点点 而且去绿灯区这种事情 如果流传到班里 自己还怎么做人 怎么找女朋友 小马哥在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让他们闭嘴 2月13号晚上 小马哥开始了他的计划 他趁着圆华睡午觉的功夫 直接一丁锤 砸在他的脑门上 一击必杀 小马哥觉得还不解气 接着是第二锤 第三锤 直到把脑袋砸烂 才顶下了手 随后将他的尸体 藏起衣柜 上了锁 到了晚上 另外几个同学 回宿舍睡觉 丝毫没有发现 衣柜里的异样 第二天 他顾忌重施 又将生日没有 邀请他的大春杀死 第三天 也就是15号 他以斗地主为由 将张阳骗到自己的宿舍 然后当头一棒 然而在处理尸体时 隔壁宿舍的城坎 突然敲门走了进来 小马哥一不做二不休 将他们的尸体 依次藏进了宿舍的衣柜 最后就像个没事人一样 去到昆明火车站 登上了海南的火车 小马哥全盘脱出后 法院的审判很快就下来了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小马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赔偿受害人家属两万元 确实是很惨的 我的手段极其残忍 我也不想逃避职任 希望法院能够 处于急刑 这个小姐姐正在喘息 可以低头 分坑里竟然有一张大脸 正死死地盯着她 小姐被吓得菊花一尽 拿起裤子就逃出了包子铺 拨打了110 警察赶来后 发现包子铺的厕所里 是一颗死了很久的人头 但随着调查的深入 又接近在分坑里 掏出了另外两颗人头 警方立即搜查了包子铺的后厨 这步子都不知道 一搜吓一跳 警察在垃圾桶里发现了许多内骨 上面的肉被剃得干干净净 而绞肉机里满满当当的全是肉 很快包子铺的老板 被带到了派出所审问 他似乎很早就尿到了这一天的到来 也就一五一十的交代了犯罪经过 老板叫做老冯 看上去十分憨厚老实 经营包子铺已经有五年多 虽然有一手出神入化的打馅功夫 但包子皮却做得又厚又干 这导致了包子铺生意一直不温不火 这天店里来了一个男人 三十来岁 吊儿郎当 一口气要了十个包子 可当他接过包子时 却用小拇指的指甲盖 划破了包子皮 只把馅吃掉了 而剩下的包子皮 随手就丢在了地上 老冯见状 既心疼白花花的包子皮 又感觉自己被侮辱到 于是立马和男人争执起来 然而老冯生奶就嘴笨 再加上自己的儿化音 吵架完全落入下风 不像年轻人 一百句脏话不带重样的 老冯气坏了 挥起拳头就朝男人打去 可奈何连最大 完全不是年轻人的对手 被逼迹的老冯 超级赶面杖 对着后老勺就是一击暴击 男人瞬间就倒了下去 老冯以为只是把他打晕了 就将他拖到垫子里休息 继续一夜 然而等到太阳落山收摊时才发现 身体已经邦邦硬了 老冯被吓坏了 他四处张望 还好没有人发现自己 他连忙将人抬到后厨 片刻冷静后 他决定毁尸灭迹 但要怎么做才能神不知鬼不绝了 他突然想到 几年前在报纸上 看过一个香港的凶杀案 凶手将一家石口全部杀害 肢解后做成叉烧包 非但没人发现 叉烧包还卖得更好了 于是他如法炮制 趁着夜色将尸体砍碎 投过因为又大又硬 便顺手丢进了自家茅房 而其他的肉全部用绞肉机绞碎 打成那包子线 第二天 传新版本的包子火热上线 老冯心里战战兢兢的 生怕有人吃出来是人肉 可万万没想到 原先每天只能卖一两百个包子 这一天居然卖了一千多个 老冯的担忧消失了 甚至有一股自豪感在心里生起 随着包子销量暴增 后厨的肉馅很快就被消耗殆尽 老冯不想一夜回到解放前 于是他开始物测新的目标 他注意到从外地来弹棉花的阿珍和阿强 老冯假意请阿强来家里弹棉花 趁着请他吃包子的空当 从背后将其打晕 接着又去他家 将其妻子阿珍骗到包子铺 再次打倒 原材料有了 老冯又可以制作他的特色包子了 没有人注意到两个外地人的突然消失 在平安度过三十天后 老冯的包子铺 迎来一位漂亮的女人 他吃了四个包子后 菊花突然一阵饥渴难耐 于是招呼也不打 就钻进了后厨边的厕所一泄千里 结果就在风坑里 发现了还未处理完的人头 警察问老冯 现在你后悔吗 老冯依旧沉寂在一天卖几千个包子的喜悦中 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丝毫的悔意 1986年 老冯被判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我的妈妈是个死变态 因为她把大肥猪当作宠物 二十块一斤的牛肉不给我吃 反而顿顿做给这群肥猪吃 我的心里很不平衡 冲进猪圈就想抢一口肉吃 可当我摇起一条时猛的发现 猪槽里竟然有一条大长腿 卧槽 猪吃人呢 我被吓得屁滚溜溜 赶紧逃了出去 拨打了110 很快警察就来了 他们带走了尸体 也带走了老妈去橘子里做笔录 警察连夜对老妈进行的审问 他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一天的到来 他稀松平常的说出了整件事情的经过 几天前 老妈看见猪圈里的猪猪 正在疯狂啃食着什么 他好奇的往里面一看 竟发现养猪公王儿狗倒在了猪群中 他的身体早已经被肥猪们啃得面目全非 然而更可怕的是 此时的王儿狗并没有死掉 而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被啃食殆尽 老妈举弃猎枪 对准了大肥猪 可以想到 他们都是自己一抛食一抛尿 拉扯大的 怎么下得去手了 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 一枪结束了王儿狗的性命 在老妈看来 自己是帮王儿狗玻璃苦海 老妈害怕警察 发现猪吃人后 会杀掉他们 于是就装作什么也没发生 也没有帮王儿狗收尸 反而让猪猪们一次吃个够 几天后 老妈才来收拾掉剩下的骨头 可不知怎么地 就纳下了一条腿 交代完案情 老妈看着一脸摸逼的警察们 一股莫名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于是他要来纸和笔 将自家的院子画了出来 还在会院的一块空地上 画了一个叉 说这是另外一具尸体 警察根据图纸上的位置 决于第三次 果然发现了一堆骸骨 老妈继续说道 这具尸体名叫张狗蛋 也是个养猪工 但手脚不干净 想要偷走他祖传的两把火枪 在被发现后 与老妈发生了口角 他一个右边腿 一个坐枕灯 偷袭了老妈 老妈骑坏了 抄起火枪 接着他的脑门救势一发 狗蛋没有闪 便拧了盒饭 为了毁尸灭迹 老妈将他的尸体丢进了猪圈 忍住吃完了 骨头就埋在了后院 听到这里 警察似乎已经习惯了老妈的变态行为 于是继续追问 那还有没有其他尸体 这不问不知道 警察不敢相信 一个养猪脑竟敢杀死这么多人 警方立即对老妈的房子 进行了详细的搜查 发现了许多医物残骸 但并没有发现 他口中所说的17人尸体 2014年1月14日 老妈被控两项罪名 一级谋杀罪 一级虐待尸体罪 被判50年监禁 这对于已经65岁的老妈来说 就是关到死 而那一群吃过人肉的肥猪们 很快就被集体安乐 没有人敢去吃这样的猪肉 猪吃人案件被曝光后 老妈在监狱里 收到了一封诡异的匿名明信片 煮熟的人肉 味道真的很棒 这是闺蜜对着正在吃肉的我 说的一句话 一开始我以为她是开玩笑 恶心我 可当我夹击最后一块时 竟发现草丛中 刻着一只熊鸡 这个纹身我再熟悉不过了 正是阿强小腹上的 我被吓坏了 赶紧逃出了屋子 拨打了110 半个小时后 警察来到闺蜜的家里 可眼前的荧幕把他们吓坏了 闺蜜坐在椅子上 手里拿着一颗勺子 正在用餐 然而她的餐桌上 赫然放着一个人头 天灵盖都被削掉 露出白森森的脑花 两个警察也没见过这种场面 被吓得弄在了原地 闺蜜淡定的说 我吃完这些就行了 稍微再等我一下哦 说着她在脑袋里咬了一坨 味精的嘴里 露出了想说的表情 回护神的警察 赶紧制止了闺蜜的行为 将她带回了橘子里 进行严格的审问 这个女变态叫做阿珍 18岁 交往了一个名叫阿强的男朋友 但她有着极强的控制欲 经常会因为一些金毛蒜皮的小事 与阿强大吵大闹 终于在交往了一年后 阿强向阿珍提出了分手 分手后 阿强光速交了一个新女友 然而阿珍却对阿强恋恋不忘 内心深处甚至开始失衡扭曲 她认为是阿强在恋爱时 就以亲别恋 抛弃了自己 于是阿珍想了个办法 她给阿强打电话 让他回来取走自己的东西 可阿强一进门 阿珍便迫不及待的 一哭二唠三上吊 祈求阿强回新转意 然而阿强早就受不了他的脾气了 果断拒绝 拿上东西就要离开 失望自己的阿珍 拿起一把40吨的锯锤 朝着阿强砸去 一下两下 就这样 阿强死在了阿珍的小锤锤之下 阿珍跪在阿强的尸体旁 轻轻地摸着他的脸说 以后你再也不会离开我了 不知道是为了毁食灭迹 还是保持新鲜感 阿珍在家里将阿强织解了 将肢体全都放进了冰箱里 为了很拦忧 真正的永不分离 他决定一口一口地吃掉阿强 然而更加变态的是 阿珍还在日记本上 写下了自己的吃后感 决定第一个吃他的手 那双曾经抚摸过我的手 四日早晨 阿珍又用五脏六腹炖了汤 还给汤写了个可爱的名字 叫爱情汤 阿强的身体就这样被阿珍 一点一点地吃掉 最后只剩下一个脑袋 然而他留下阿强的头 也并不是什么良心发现 而是为了一个更加恶毒的计划 这天 阿珍把阿强的女友邱雅 骗到了自己的住处 趁其不备将她打晕 绑在客厅 接着便把阿强的头放在餐桌上 然后拍打着说 邱雅你快行行 你看阿强在对着你笑了 邱雅一睁开眼睛 被眼前的脑袋吓得失声尖叫 拼命地想要睁开绳索 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由于杀害邱雅的过程 过于变态残忍 此处省略一万子 最终 邱雅再被折磨了三千多次才断气 因为阿强对阿珍说过 爱你三千遍 这个故事根据日本爱情汤事件改变 现实中的女人更加变态残忍 我的老爸是个死变态 他每天都要拿着我亲亲 每次亲完 就会讲上我一个大猪蹄子 只是这个肉多少有点胖臭 为了报答老爸的厚爱 我在剧组接了一部电影 名叫脑人鱼狗 我演的就是那条狗 然而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一大群警察冲进了我的家里 他们打翻了我的饭盆 抢走了我的骨头 最可恶的是 他们还抓走了老爸 警方告诉我 老爸杀了很多人 然后将尸体剁碎后喂了狗 我自然是不信的 可警方证据确凿 老爸也只好交代了一切 老爸原名叫陈鹏 在郊区建了个羊狗场 一共圈养了包括我在内的 二十多只小可爱 有一次他在去南州的火车上 认识了一个名叫邱雅的美女 这刻把他激动坏了 土味情话张嘴就来 宝 昨晚我生病去输了一夜 输的什么夜啊 想你的夜 很快 两人就开启了同居生活 然而邱雅却犯了所有女人 都会犯的错误 那就是要求陈鹏娶自己 可陈鹏压根就是玩玩 他嫌邱雅死缠难打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 在狗场将邱雅活活掐死 至于尸体 自然成了我和兄弟们的食物 我的第二顿大餐 来自KTV上班的漂亮女人 陈鹏在他的身上花了很多钱 好不容易才当上他的大哥大 可神料到 这女人身边却还有鲨鱼哥 善鱼弟等等 陈鹏背弃的头发都绿了 于是他将女人骗到狗场 抬手就是一枪 然后剁成了肉酱 又便宜了我和兄弟们 接二连三的犯罪行为 一直没有被警察发现 这让陈鹏更加肆无忌惮 只要谁敢惹他不高兴 他就会把谁杀掉喂狗 在平安度过一年后 陈鹏遇到了自己的老同学夏末 多年不见 曾经的穷小子 已经变成了大老板 最近又接了150万的大订单 和他一比 陈鹏就是个臭养狗的 他的心里很不适滋味 于是他盛情邀请夏洛来狗场怒狗 陈鹏人狠话不多 抬手就是一枪 我和十几个兄弟又洗涤一顿大餐 干掉夏洛后 陈鹏将他的大哥大 现金全部占为遗佑 招摇过势 四处装逼 要知道 这可是在90年代 一部大哥大别套房还贵 这天 陈鹏去到餐馆里酗酒吹水 可突然 大哥大又想了 之前也想过几次 陈鹏每次都会直接挂断 但这次 他借着酒精上头 直接接通了 他冲着对方 撇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 甚至还自爆家门嘲讽对方 有本事就来自我为啊 对方一听 立即察觉到了不对劲 再加上这几天一直连接不到下落 挂断电话后 并立即报了警 1995年9月26日 陈鹏被抓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执行死刑 而我和我的兄弟们 因为吃了人 也成了他的陪葬品 而谢金的那部老人与狗 因为我和陈鹏的餐厌 也被禁播了27年